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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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又来到了《使徒行传》这个时间 我们现在正在看的是《使徒行传》第十七章 这里已经是讲到保罗的第二次的环游步道 那么我们特别注意到他怎样的从菲律比 然后被可以说撤退 被逼到了贴萨罗尼加 然后到了贴萨罗尼加 三个礼拜之内就把整个的城轰动了 那么贴萨罗尼加的教会就诞生了 所以后来我们有贴萨罗尼加前书跟后书 就是在保罗生下了贴萨罗尼加教会以后 大概好几个礼拜就写了那两封的信 就写了那些书信 所以我们知道贴萨罗尼加的教会就终于诞生了 但是后来又起了暴乱 为着因着保罗的缘故 所以后来弟兄们在夜间的时候呢 就打发保罗和希腊就往皮利亚去 那到皮利亚呢 我们看见那里的人就接受这个道 而且天天查考圣经 还有很多人相信的 还有心里的人中间尊贵的妇女 还有男子等等 结果呢 那个贴萨罗尼加的犹太人呢 又追上来了 然后呢知道说保罗又在皮利亚传神的道 他们就往那里去耸动 搅扰众人 那么所以最后弟兄们只好把保罗送往海边去 那么当然就是往 这个往什么 往这个雅典那个方向去 那么大家只要沿着海边 如果往南的话 那么就到了希腊的南部 那么希腊当时保罗那时候 北部叫做马其顿 南部叫雅盖亚 是属于两个不同的省 那么到了雅盖亚的时候 那么最重要两座城 一个是雅典 一个就是格林多 所以最后呢 保罗是到了格林多 不过他经过雅典 那么所以这就是 《使徒新传》第十七章 那么讲到这一段故事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到圣灵的引导 尤其我觉得第二个阶段 我们就很明显地看见圣灵 怎样的引导保罗 然后圣灵怎样的引导他 进入他自己的治愈 回过头去看 我们就知道圣灵做得非常 非常的奇妙 我们曾经说过 特洛亚呢 是特洛亚亚利山大 这是一座城 纪念亚利山大的 菲利比呢 是纪念亚利山大父亲 他的父亲叫做菲利比 然后帖撒路尼加呢 是他的半个妹妹 所以不知不觉的 保罗就被带到 希腊大帝国的 最早最早的摇篮 最早最早 所以这讲到历史 讲到摇篮 那么菲利比我们说过 是当时的最早期的 军事的中心 亚利山大就是从那里出发的 所以菲利比就变成非常重要 那么根据当时的军事 军事学家 他们是这样认为 如果在 如果今天你到了马其顿 你能够把三座城拿下来的话 你就可以对马其顿全部拿下来了 那三座城呢 一个是菲利比 一个是帖撒路尼加 还有一个是比利亚 保罗从来没有想到这件事 你可以想象得到 但是圣灵不知不觉的呢 借着逼迫 逼迫证明是被动 你不可能策划的 不可能是舍谋的 不可能 不可能预定 预定一个什么结果 不可能 结果你看 因着保罗到处被逼迫 被追赶 然后呢 从菲利比就被赶到 帖撒路尼加 从帖撒路尼加 后来又被逼到了 比利亚 所以不知不觉的 经过了这三个城 他每到一个城 就把福音传开了 那结果呢 就等于 借着福音 神的国呢 就从这个绝对的沦陷去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些是沦陷在 这个整个 整个希腊的 那个帝国 从前所留下来的 那个宗教的范围里面 但是呢 没有想到 神就借着保罗 就抢救了 那一代的灵魂 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 从一个角度来看 你看这些地方 一样一样的就收服了 所以 虽然保罗没有意思 要拿下来 好像他们军事学家认为说 如果你要征服马其顿 你要把这三个城拿下来 所以等到圣灵 不知不觉的带领保罗 经过这些地方 而且也为着基督 就赢得这些城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想象到 当初在历史上 希腊大帝国是怎么 把整个马其顿拿下来的 现在神借着保罗 也借着他赢得 内带的世界归向基督 因为主说 我若举起来 就被吸引万人来归向他 结果那一代的 那一代住在黑暗里面的人 他们就纷纷的归向基督 所以你看这是圣灵做的奇妙的工作 我再说 第二次保罗旅游出发的时候 环游步道出发的时候 在保罗的脑海里面 恐怕只有想到当初的 他传过福音的那些宣传 神主到那几个城 他所想的大概就是比西迪安迪亚 以戈念 还路斯德等等的地方 但是没有想到神做的更远更深的工作 但是基本在这里 保罗一定要接受圣灵的引导才可以 圣灵不知不觉的 先是借着禁止 然后有积极的话 然后在环境上有印证 而且同时又得着同坐肢体的印证 所以他明白 菲律比马其顿是神的旨意 那果然不错 那么等了到了菲律比 脚踩在菲律比身上 他才回过头才看 才说 神不知不觉的已经把他带到 希腊帝国的摇篮 当初的心脏地带 而且他遇见了绿迪亚 我们知道是从此以后 你想想看 福音的工作如果要在欧洲发展的话 那么背后裁员的支取 圣灵做得非常的稀奇 结果因作吕蒂亚 他们蒙恩得救了 所以后来你写 保罗写菲律比书的时候 你看见一路上 神的工作 就借着菲律比的弟兄们 姊妹们 结果就叫福音能够得着信望 甚至于连安提亚 他好像都赶不上 所以难怪 菲律比的教会常常在彼得 保罗的心里 因为如果不是他 得着他们 不光得着他们 几乎得着全世界 得着他们 不只得着菲律比的灵魂 因着主得着他们 结果也得着到处 每一个地方的灵魂 所以你看这实在是圣灵做的 保罗也许没有想到 这个没有想到 未来十年怎么办 未来五年怎么办 那么到底预算是怎么办 好像这些都没有的 但是你看圣灵能够很奇妙的 一步一步的 你看这个福音的工作就退光了 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学到 保罗自己怎么学习顺从圣灵的引导 然后呢 是圣灵开头 圣灵赐给能力 是圣灵打发 也是圣灵引导 所以最后 如果保罗顺服的话 他回过他去看 他就想到说 他不知不觉地完成了 神托付给他的使命 大家想想看 从耶路撒冷 到撒玛利亚 到盖撒利亚 然后那一带很明显的 就是西伯来文 所主宰底下的宗教的世界 但是接着呢 从安提亚开始 一直到 到这个以弗所 然后一直跨过了爱情海 你看这些通通是希腊的世界 那么不是吗 主耶稣 定主耶稣十字架的名号上面 不是有希腊 不是有希腊 这个 希腊文吗 所代表的文化 所以你可以注意得到 从安提亚开始 他所接触的世界 就是希腊的世界 希腊世界的种种 不过到了菲利比是很重要 因为菲利比 就是希腊帝国 就是希腊整个文化的来源 来说 那当然和希腊大帝国 发生关系 结果呢 竟然不知不觉的 能进到了摇篮 好像保罗呢 好像也像这些 亚历山大一样 他们是为了雄心 得罪一个帝国 但是保罗是为了基督 要赢得这些人 来归向基督 没有武器 没有一个子弹 乃是十字架 旗子 爱的旗子 就招降了 不知道多少千千万万的人 所以神借着保罗 就做了这么奇妙的工作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再继续看 等到他们 门徒们把保罗送到海边去 当然他沿着海边呢 后来他们就到了雅典 那雅典呢 已经到了南部 南部就是雅盖亚的部分 那么雅典 大家都知道是有名的 是我们一提到雅典 我们普通都用雅典来代表希腊的 不过大家要注意啊 这是我们现在对雅典的感觉 但是如果你仔细的去读历史的话 在雅典以前有另外一个城 特别是在凯撒大地的时候 那个时候曾经有一度 是远远超过雅典的 那可以说代表什么的文化 代表希腊的文化 所以我们注意到 保罗慢慢慢慢的从马 马其顿后来被请到了雅盖亚 我们说过他经过了军事中心 经过了宗教中心 那就是贴萨罗尼加 那现在呢 等一等他要来到了文化的中心 那今天我们觉得 希腊的文化中心是雅典 那因为雅典呢 我们知道有个雅典 我们知道有个很有名的庙 每次到雅典去观光 这个好像就代表 就代表希腊文化 那其实在这个更早以前 那希腊文化的中心有一度 事实上哥林多是比雅典 更繁荣更早的更是那个中心的 所以最后我们知道说 神就把保罗经过雅典 然后就到了哥林多 那么很稀奇啊 在雅典其实说来啊 保罗待的并不久 而且在雅典的果效不是十分 就不是像所想象的那样 所以圣经没有提到太多关于雅典 所以这次的雅典对保罗来讲 不过是路过就是 不过最后圣灵把他带到哪里呢 把他带到哥林多 那哥林多是什么地方呢 哥林多乃是早期的文化的 雅典文化的中心 所以大家你如果讲到这个 希腊的建筑的话 那么有一个建筑的模式 他们称作哥林多的模式 你看那个柱子 那有一个模式是这个 所代表的就是 以夫所这一代的模式 就是这个爱琴海东岸的 还有一个模式是 哥林多的模式 所以无论是建筑 无论是文化 就历史来讲 我们的早期最大的中心 其实应该是有一度 哥林多是远远超过雅典 雅典是后来才变成中心的 所以你会发现很稀奇 圣灵慢慢慢慢的就把他 就带到了哥林多文化中心 所以我们从第二次的 环游的步道 你看见圣灵不知不觉的 带到了希腊大帝国的摇篮 从特洛亚开始 然后军事中心菲律宾 然后宗教中心 然后文化中心是哥林多 然后哥林多保罗一待 就待了一年有六个月 然后从那里 他就回到安提阿去 那么这个就结束了 就完成了 就完成了保罗的第二 就是第二次的环游步道 那么当他经过雅典的时候 那么那一段故事 我想我们都很清楚 那么大家如果今天到雅典 你还是能够看到 因为雅典是希腊的城 希腊城你看它有两个特点 第一希腊的城一定有一个卫城 卫城就所谓什么呢 叫做Akropolis Polis是什么 Akropolis就是城 City Akro什么意思 Akro就是在上面 那么一定一个城有个最高的地方 那个就叫做上城或者叫做卫城 那么雅典也是这样 我们知道雅典纳的那个那个庙很明显 大家到雅典去 那就是在最高的地方 那就是他们的卫城 所以任何一个希腊城 大概都有一个卫城 那同时都有一个市集 这个市集叫Akro的市集 那么保罗呢 你会发现他就是在市集里面 就和这些雅典人接触 因为雅典的市集 就是希腊城里的市集 就是人来往的地方 他们交易的地方 也是他们敬拜鬼神的地方 所以呢 保罗在那里 他看见那么多偶像 他心里才焦急 然后呢 神就借着保罗呢 在雅典传了福音 那么他很有名的一篇道 就是卫士之神 原因在哪里呢 就是因为雅典人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所以从海口一直到雅典 你看一路上都是偶像 为什么 因为他们就害怕 万一他们忽略了哪个偶像 结果灾害就临到他们 所以事实上雅典人是什么人都拜 什么偶像都拜 这个最安全 什么偶像都不得罪 所以你看这就变成很多很多的偶像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保罗就对他们说 我游行的时候 我观看你们所敬拜 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的什么 写着卫士之神 那卫士之神代表什么呢 卫士之神就是说 很多的神我们都知道了 我们都拜了 但是我们担心可能还漏掉 可能有一个神我们还不认识 所以我们 所以呢 在那个偶像 祭坛上面就写着卫士之神 那么很稀奇 一点都没有错 他们拜了偶像 他们忘记的真神 所以保罗趁这个机会说 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 我现在告诉你们 所以保罗就对他们传分 他传分的地方叫做亚略巴谷 亚略巴谷其实是一座小山 就在那个古世级 古老古老世级的那个那里 那么那里也是很多人 因为那里没有多久就就 从那里就可以上到那个卫城去 所以很多人他们摸拜 就是他们的偶像以后 下来一定要经过那里的 所以保罗所站的位置 是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 今天这个亚略巴谷还在 他们叫做火星山 叫做Mars Hill 火星山 那么就在那里 保罗就在那里呢 就对 就对这个亚略人传分 那亚略 保罗对什么人就说什么话 你看他也引 这个他们的诗人说的话 所以所以也引他们诗人的话 那么等等 然后呢 保罗呢 就对他们传了福音 所以这个整个的讲 整个的讲章呢 就记录在十七章 那么这个很明显 这个这一班人是典型的外邦人 那么这个和在小亚西亚那边不一样 我们不要忘记了 在小亚西亚特别是指着 保罗第一次去过那个地方 那个可以说是中西交汇的地方 你真正要讲的西边的文化 那就是到了哪里 就到了哪里 就到了小亚西亚 尤其是过了爱情海 到了欧洲 那么是完全是西方了 所以到了这边 你看见保罗怎么传福音呢 保罗传福音 就是根据十七章 就传给他们 那么也有人得救 我们知道亚略八股的官 叫做丢尼修 还有一个妇人名叫大玛丽 还有别人大玛丽 还有别人呢 就一同形成 虽然有些果子 但是不是像别的地方一样 那么然后呢 圣经说这个事以后呢 保罗就来到了雅典 离开了雅典 就来到了哥林多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从雅典转到哥林多 那么雅典和哥林多 到现在都是雅盖亚那一带 两个大的城 在保罗的时候更是如此 不过在更早的时候 尤其是在 朱利亚斯伊斯 就是凯撒大帝 罗马皇帝 第一个皇帝 凯撒大帝 那个时候 那是在比保罗的时候还要早 但是曾经有一度呢 事实上呢 哥林多那个城 是远远超过雅典 雅典根本算不得什么 所以讲到这个 奥 以斯希腊人 他们奥人 他们能够非常骄傲的 他们的文化 他们是最叫他们引起 最骄傲的 所以他们说 我们的文化中心在哪里呢 那么不要忘记 最早的是在哥林多 这一点 我们一定要有个 很深刻的印象 才可以 所以现在呢 圣灵就让保罗在哥林多就住下了 前面你看 都是一路被追赶 一路受逼迫 那么到了哥林多的时候 圣灵特别夜间 对保罗说 不要怕 只管讲 不要闭口 有我与你同在 所以保罗就住了 一年零六个月 在这个以前 你可以想象到 到处受逼迫 到处被追赶 到处被流浪 那种的情景 这个实在是 我们看得很清楚 但是虽然如此 他就不知不觉的 被圣灵就引导 进入神的旨意 但是在第二次 环游步道 有一个中心点 第一次环游步道的中心 是比西迪安提亚 第二次环游步道的中心呢 是哥林多 第三次是伊夫索 我想我们一定要很记得 每一次环游步道 他都有一个中心的 那么这一次呢 很明显的在 在很明显在哪里 在这个哥林多呢 保罗一住呢 就住了一年六个月 那么在哥林多 他就 那时候刚好遇见了 亚居拉跟白居拉 那亚居拉跟 亚居拉呢 是犹太人 这个白居拉 同他的名字 从名字看 可能是个外邦人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一对的夫妇呢 非常的可爱 所以圣经里面呢 一再地提到他 那么尤其 哥林多 到了哥林多呢 怎么遇见他们呢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 那个时候刚好是在 皇帝 所以哥老就把他们通通驱逐出境 那么然后呢 保罗 这个白居拉跟亚居拉呢 就从哪里呢 就从罗马 就被迫 他们呢 就坐了船 就到了 到了 到了哪 从意大利 就到了 这个 就到了 这个 哥林多 那么然后呢 因为他们是支搭帐篷的 所以他们可以说同业 所以圣经说保罗呢 就投奔了他们 所以他们不光是一同住 而且一同做工 然后呢 保罗就对 就在会堂里面辩论 但是呢 也是被弃绝 被抗拒 所以呢 保罗就往外邦人去了 然后他就住在一个人的家里 那么这个人家呢 是靠近会堂的 结果管会堂的人呢 却信了主 所以保罗这个人不能做邻居 他只要在哪里做邻居 他的邻居非得救不可 就是因为保罗住到这个人家里 而这个人家里就靠近会堂 那么结果呢 只要保罗在哪里 你看那个管会堂人非信主不可 所以保罗好像是瘟疫的代元者一样 他到哪里就把病菌带到哪里 人非信耶稣不可 那么这个就是保罗的特点 所以你看这就 然后呢管会堂的基利部全家都信了主 还有许多哥林多人信了就相信 受尽 结果没有想到呢 等到他住了一年六个月以后 那又请又引起了一阵的 又引起了一阵的骚乱 那么你看有人 这个犹太人又同行起来攻击保罗 所以无论保罗到什么地方 哥林多 无论到哪里 你看一定 那个黑暗的势力 阴间的门一定打开的 但是请问大家 是不是阴间的门就得胜了 没有胜过他的脚 表面上好像保罗是节节败退 其实呢 保罗是节节胜利 借着是节节败退 最后你看见 神把保罗从一个地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 再带到另外一个地方 那么 关于在哥林多的工作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哥林多的位置太重要了 那哥林多的特点在哪里呢 那我要提起几个 最要紧的就是 哥林多是个港口 但是哥林多的有两个港口 一个是东港 那从东港呢 你可以从那里就往哪里去呢 就可以 从那里就可以到小亚西亚 到亚洲去 到以弗所啊 往亚洲 就是从东港走 那么还有一个港呢 是北港 北港 从北港 从那里呢 是到意大利去的 往西走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哥林多是很重要 就是说你或者是往东 或者是往西 或者往亚洲 或者往欧洲 结果呢 这个港通吃的 就是说 它有两个港 很普通 很少一个城里有两个港 所以这个两个港 一个东港 一个是北港 那么大家根据常识都知道 只要有港口的地方 水手一定多的 水手多 结果你看见犯罪的光 那个这个色情泛滥也好 那种那种情形 大家可以想象的 所以全世界 不管是哪个港口 你能够发现 你能够想象 在这个港口里面 一定有很多藏狗纳乌的地方 但是请大家想想看 如果一个城有两个港口的话 那么这个藏狗纳购的地方 一定是双料的 一定是双碑的 所以这个是格林多的情形 那么不止如此 那么最奇妙的在哪里 最奇妙就是格林多的上城 不是一定是供奉一个偶像 那么现在我们要问 是什么神住在格林多的上城 就是魏城呢 他等于是他们的守护神一样 那么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 是威纳斯女神 就是所谓的爱神 做了他们的守护神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看 就在爱神那个上面 那个神庙那里 有多少个 有多少个这个妓女 所谓的妓女呢 最少有一千个 他们都是在这个庙里面 来从事这种行业的 所以大家现在可以想象得到 这样的一座城 会是什么样的一座城 圣灵要保罗在那里住 一年半有他的原因 现在我们要看福音 怎么在这个城里面工作 那我们今天说到这里 我们下一次继续 谢谢大家 欢迎 make 宝宙 上野荷花的山 奔向我们 胜利点 他必将爱你的道 这是我们 我们一条心靠着道路 因为学会比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言语比处于耶路撒冷 耶和华的言语比处于耶路撒冷